中医的东西 因为每天我都在学习 然后大家都一直认为我每天都没有工作 然后好像很忙 那今天我就要看看录一下我是怎么学习的 那每天呢我都会 如果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我都会去上学 然后星期五呢我会去画画 然后晚上会打羽毛球 星期六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一般就是在家里面 如果有机会呢就是要好好学习 那礼拜一我会有一个 formula的quiz formula的quiz呢 我们有一个美女老师 但美女老师呢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 所以呢 要好好地就是复习嘛 那这一次呢我们有123456789 9个formula 那9个formula呢 虽然我可能对很多很聪明的人来讲 小case不会怎样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被formula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formula其实在中医里面呢就是很多的配方 那像这本desktop的这些这个书里面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formula 那我们这个学期应该学不到一共啊不到不到100个formula 那我们如果要考试的话呢可能要考200多个formula 所以很多formula两倍 那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formula呢是理中文 那在网上呢我会找一些中文的help aid吧 就是用书诗啊可以帮我记一下 因为我是会说中文 所以会比别人呢有一些advantage 但是这种advantage呢也没有很 so far没有help me out a lot 但是希望以后会 我会帮我更多的学习好一些了 那第一个formula呢我们要学的是理中文 理中文呢是一个 英文叫warm interior and expel cold 那中文里中文就是主温中阳 那诗上是这么写 理中文主温中阳 干草人参树干江 那最后一句呢肯定就跟我们这个学期学的就没关系了 那它的军药呢就是 那就是英文讲叫king herb king herb是干江 干江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干江会warm middle gel deal with vomiting and nausea 然后它的ministry就是左药呢是人参 人参呢有tonify tea的功能 那就是补气 assistant呢是白竹或者是色竹的树 在中药里面白竹 它有什么功能呢 还有dry damp stop diarrhea 然后最后一位药是干草 干草呢有这个harmonize the formula的功能 所以说这四位药呢 用等量的 就是可能是90克 90克gram 然后gram to powder take 9gram each time tid tid会不会是每次 哪天三次的那种abbeviation 然后它的function呢 就是李中環是做什么呢 在这写的是 吐 力 腹 痛 阴 寒 胜 那在英文呢是 to warm the middle gel dispel cold strengthen the spleen tonify spleen and benefit the stomach 所以说vomiting 它的indication有 deficient cold in the middle gel with vomiting and the diarrhea abdominal abdominal sorry 我 我说 我会说英文 很多人看到我的这个 很土的样子 觉得我不会说英文 其实我11岁就出国了 然后 有大学毕业 所以 而且我们大学 要求英文 还蛮高 所以 虽然我有的时候 英文说的蛮奇怪的 但是 相信我 believe me 我说英文 我说英文说的很好 我说英文说的很好 因为它的 spleen 是异性 异性 然后 cold lim 和 胰疼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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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